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称 这是三菱钢铁蜘蛛侠 这是玩具窝的机械墙 这个加这个 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那由于工具人忘我的拍摄 导致根本就没有按下录视频的按钮 所以呢 现场就只剩下这些画面了 好 但照片还是顺利完成了 一起来看看G式的拍摄成果吧 哦 对了 这两张的话 你们会更喜欢哪一张呢 那如果有对拍摄后期感兴趣的小伙伴 麻烦来个三菱支持一下 点赞超过2000的话 就来一期详细的拍摄分享 速归正传 这一次的三菱钢猪本体高度不到17公分 身材还原小蜘蛛精瘦的体型 和自家生产的钢铁侠放在一起 比例还算是蛮协调的 裸重107克 毕竟钢铁蜘蛛侠嘛 关节怎么能少得了合金呢 头装保持了一贯的水准 金属质感强烈 看刚才的照片就知道了 blingbling的 就是感觉金色布维的发色有点偏轻 配件包含了5对替换手型 4对替换眼 背部的蜘蛛脚 一堆蜘蛛丝网 还有地台支架以及裁件工具 把玩的手感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关节紧实度恰到好处 头部的可动 肩甲抬起之后可以超过90度平局 根部可以拉出来 大臂感觉是带有挡位的360度旋转 合逐幅度如图所示 腕关节稍微有点紧张 这个球关那么小挺吓人的 而且因为腕甲的关系 射猪尸的时候手腕不能够外翻太多 所以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焦度长了很久 最后还是决定修改猪丝的透视 来达到一定的视觉效果 向前向后弯腰的幅度大概是这么多 左右摆大概是这样 扭腰看起来没有被裤子干涉 但只有这么多 应该是里面有线位 大腿根部可以极限下拉 身高直接赶上托尼叔叔 真实版蓝色腰肌 都拉成这样了 我再评价它的踢腿范围 就显得有些不尊重了 膝盖的弯曲大概是这么多 脚踝这里要稍微吐槽一下了 这个球关非常容易脱落 不是它松 紧还是很紧的 就是球关的凹槽有点浅 稍微一绷着就容易掉 10分的话我只能给它打个10分了 换眼睛的方式就有点奇葩了 要用专用的工具怼进去才能够将眼睛取下 但是怼起来又不是很好找角度 而且这个东西万一崩了 更换眼睛就会变得非常麻烦 背部的自主角要先将整个背 替换成一个专属零件 叉叉是这样的 防止旋转的时候脱落 总的来说可动还是比较优秀的 大腿根部的超大范围 让这一款作品能够轻松还原小虫的许多经典造型 地台没什么特别的 支撑强度和紧实度满分 不过话说三菱就不能专门给地台设计一下吗 这个复制粘贴都引用多少个作品了 姿势可以通过套圈装在手腕的球关上 不过还是那一句话 因为腕甲影响了手腕的角度 所以说套上蛛丝之后多少还是有点角度限定 再来结合玩具欧的场景展示一下吧 这一次玩具欧场景是机械的背景墙 更适合一些带有科幻色彩的人欧主题 分为AB两种背景 算上颠倒过来的话 最多可以四种不同样的连排展示 边框采用的是木框固定 方便竖立 高度39.5 宽度17.5 打横放比较适合1比10 速放也能够容纳下1比6 自带暂损的干扫涂装和凹凸不平的表面 再加上打灯之后上镜效果是满分的 当然我更喜欢的还是这个配套的铁丝王 和之前的窗花里面一样 镂空的结构可以让光线和烟雾穿越 在拍摄的时候可以打造出更强的层次感和空间感 平时作为地台场景摆设也会更加有氛围 喜欢给自己的收藏拍摄的小伙伴 可以尝试搞一套哦 可能还会有人说啊 我没有相机没有镜头没有灯怎么办呢 如果说点赞能够超过4000 我就叫工具人尝试一下用手机和平时照明的设备 来拍一集映照 分享一下制作的过程 不要再说自己没有手了 只要啃动就有可能 OK高中造工我设车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Bye